明朝万里年间,一位叫利玛多的意大利传教士应耶稣会的邀请,从遥远的葡萄牙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 此时距离他的那位传说中来过中国的意大利老乡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 地理大发现开启的大航海时代,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次高潮,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的开端。 在此之前,人类在观念上只有地区史,而无世界史。 西方人几千年来不知道秦始皇的存在,东方人同样不知道凯撒和亚历山大的存在。 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大航海时代打破了各个文明之间孤立发展的局面。 史原本独立发展的各个文明连成一体,同时也间接引发了欧洲的科技革命。 在信仰和追求发财的欲望驱使下,早期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开始到世界各地去探险。 很多西方人之前不知道的一些遥远的王国也被他们发现,并标记到了西方人的航海地图当中。 这些遥远王国的历史也被西方人记录下来。 与此同时,遥远的中国已经不再是马可波罗时代那样模糊不清。 随着前往东方的航路被打通,之前欧洲人一无所知的古老中国的形象也逐渐清晰起来。 随着到达印度的航路被打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开始到遥远的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群岛一带探险,并与中国这一古老陌生的国度产生了接触。 他们最早是通过与东南亚一带的中国商人接触,了解到了中国。 后来一些西方人北上来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与明朝的官方取得了接触。 期间一些传教士开始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 他们一方面学习汉语,传播基督教,一方面负责刺探关于中国的一些情报, 以及风土人情,增进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以便于进一步的传教事业。 丽玛窦就是其中之一,他先后在中国多个地区传教,从南方走到了北方。 他在北京传教期间,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信任和喜爱。 万历皇帝特许丽玛窦长期生活在北京,传播西学。 中国早期的几何学,据说就是丽玛窦带进来的。 丽玛窦在北京一直住了九年左右,并且最终在北京病逝。 至今,丽玛窦的坟墓仍在北京。 丽玛窦死后,留下一本厚厚的日记。 后来,比利时传教士把丽玛窦留下的这本日记,带回了欧洲,并且在欧洲出版。 起书名为《丽玛窦中国炸记》,成为当时的西方人研究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丽玛窦也是西方早期汉学研究的开创者。 作为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 丽玛窦在著作里,记载了在中国多年生活的点滴建文。 有趣的是,在丽玛窦中国炸记里面,丽玛窦留下了大量对中国人的点评之语。 以当时西方人独特的视角对古代中国的政治、风俗、文化和思想, 以及中国人的民族性提出了很多独特的看法,里面既有赞扬的,同时也有严厉批评的。 这里选取部分内容读一下。 先来说说一些偏正面以及中性的评价。 丽玛窦在日记中写道, 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所赞许的唯一政体。 而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政体形式, 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丽玛窦还评价中国人,自古缺乏对外征服扩张的野心, 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民族。 他写道, 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觉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服员的国家, 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 虽然他们有数量众多的陆军和海军, 很容易征服临近的国家, 但他们的君主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越战争。 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 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 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 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 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筋疲力尽, 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 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了达数千年之久。 这一论断似乎与我们的一些作者, 就这个帝国的最初创立所作的论断, 有某些关系。 他们断言中国人不仅征服了邻国, 而且把势力扩张到远及印度。 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 我不得不承认, 我从未见到这类征服的记载, 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 正相反, 我常常就这一论断询问中国博学的历史学家们, 他们的答复始终如一, 极情形不是这样的, 而且也不可能是这样的。 姑且不论做出这种错误记载的作者声誉如何, 错误之所以出现很可能是因为, 曾发现有中国人到过中国国境以外的证明。 例如, 人们可以引证菲律宾群岛, 中国人曾打入那里的商人团体, 但不是官方正式委派的。 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 另一重大事实是, 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 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 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 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公顺和服从, 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 就像惩罚小孩子那样。 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 军事问题也仅仅由哲学家决定, 他们的建议和意见, 比军事领袖的看法更受皇帝的重视。 而且事实上, 这些哲学家们的意见很少, 并且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 是交给作战会议讨论的。 因此, 结果就是, 凡是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 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 也不愿做最高等的军事领袖。 他们知道, 在博得人民的好感和尊重, 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 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 更加令欧洲人惊议的是, 在事官对皇帝和国家的忠诚时, 这些哲学家亦听到召唤, 其品格的崇高与不顾危险, 以及视死如归的精神, 甚至要远远超过那些, 富有保卫祖国职责的人。 也许这种情操来自于, 人们有了学问, 心灵也就随之高尚了。 也许还出于类似的事实, 导致从这个帝国建立开始, 人们就更愿意学习文科, 而不愿从事武职。 这种观念对一个很少或没有兴趣扩张版图的民族, 是最合适的。 此外, 立马都还提到,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 而且可以很合逻辑地得出结论说, 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机械工艺能力都很强,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料, 他们又有经商的才能。 这两者都是形成机械工艺高度发展的有利因素。 只要提一下在这些工艺中中国人的做法, 看起来与我们工匠的做法最为不同的一些方面, 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多才多艺了。 应该指出, 因为这里的人民习惯于生活节俭, 所以中国的手艺人并不为了获得更高的售价, 而在他创作的物品上精益求精。 他们的劳作是被买主的需求所引导的, 而买主通常满足于不是那么精美的东西。 结果, 他们常常牺牲产品的质量, 而只满足于表面好看, 以便吸引买主注目。 这在他们为官员们做活时, 似乎特别明显, 因为官员们根本不关心所买物件的实际价值, 而只凭一时好五向工匠付钱。 有时候, 他们还强迫工匠们, 去设计他们没有能力去做的东西。 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 一旦发现外国货, 质量更好, 就喜好外来的东西, 有甚于自己的东西。 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 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 以及坚信他们远远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立马斗在日记里, 还提到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思想。 他写道,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 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理而知名于世, 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 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 对于他们来说, 办事要体谅, 尊重和恭敬别人。 这构成温文有理的基础。 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孔子。 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 享年70余岁。 他既以著作和授徒, 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 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 使他的同胞断言。 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 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 的确, 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 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一些异教徒的哲学家相媲美。 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尊敬他, 以致不敢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稍有意义。 而且还以他的名义启示, 随时准备全部实行, 正如对待一个共同的主宰那样。 不仅哲学家作为一个阶级是如此, 就是统治者在过去的时代里, 也给予他作为一个人最高的敬意义。 然而, 他却从未像神那样受到宗教式的崇拜。 他们感激地承认, 他们都受益于他遗留下来的学说, 甚至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时间直到今天, 他的后裔仍受到大家高度的尊敬。 历代的统治者们, 给予孔氏家族的族长以世袭的尊荣, 并赴之以特殊的豁免权。 再来说说立马斗对中国的一些负面评价。 在谈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时, 立马斗写道, 由于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盲目自大, 所以, 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赞, 就国家的伟大和政治制度而论, 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 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物。 在他们看来, 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 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 这种无知使他们狂妄, 而一旦真相大白, 他们就越自卑。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 并且直接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 他们甚至不屑于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 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学问和知识。 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住宿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 他们也会不容置疑地, 把他们当作和森林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 甚至他们称呼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词汇, 也和用于称呼野兽的词汇一样。 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 另外,利玛窦还提到外国来中国朝贡的一些使节的情况。 他写道, 人们简直难以置信, 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依据。 虽然中国可能和派遣使节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 但这并不能使来访的使节免于他们在国内的全部行程中 被当作俘虏或囚犯一样对待。 他们被勒令旅途中不得看任何东西。 在其全部逗留期间, 他们被安顿在工程里盖得像牛棚一样的房子里, 而且是被锁在里边。 他们从来不准见到皇上, 他们的外交或其他事务都是与清定的大臣办理的。 全国上下都不得与外国人打交道, 除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 例如澳门半岛, 在那里从1557年起建立了一个与葡萄牙人通商的商场, 凡是未得官方批准而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刑罚。 在谈到古代中国的朝贡现象时, 立马都写道, 中国人声称并且相信中国的国土包罗整个的世界。 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 从中国拿走的物品, 价值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出很多, 所以, 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完全不在意了。 所谓的禁贡其实是有名无实的。 中国人为了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 给国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人知道所谓的朝贡其实是一场骗局, 但他们不在乎欺骗。 倒不如说, 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 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 而事实上则是中国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在提到古代中国的学术时, 立马都写道, 中国人所熟悉的唯一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 但在这方面, 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的方法, 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 反倒弄糊涂了。 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 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 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 相互内在的联系。 在这里, 每个人都很清楚, 凡是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 没有人会愿意花费精力去钻研数学或医学。 结果是, 几乎没有人现身于研究数学, 或医学, 除非由于家境的贫困或治理平庸的阻挠, 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 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 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 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 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 就可以很容易看到。 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 而且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 在谈到日后被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广泛推崇和赞扬的科举之时, 立马逗很是不以为然。 他写道, 在欧洲人看来, 那似乎是一种颇为奇怪的并且有点无效的方法。 所有考试中, 主考或监考都总是从哲学元老中选出, 从不增加一位军事专家或数学家或医生, 而擅长伦理学的人, 其智慧受到崇高且盲目的尊敬。 中国人似乎相信, 他们能对任何问题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 立马逗还提到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和占星术, 他写道, 中国人花费很多时间来确定日时和月时的时间, 以及行星的运行轨迹。 但由于中国人不擅长数学, 他们的推论也由于无数的错误而失误。 最后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 欧洲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术的那种玄学方面。 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占星学的情况了。 由西方进入这个国家的撒拉训人, 曾带给中国人某些数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 但这些知识很少以确切的数学证明为基础的。 撒拉训人留给他们的大部分是一些不规则的表格。 目前管理天文研究的这个王朝家族的始祖, 禁止除世袭入选者之外的任何人, 从事这项科学研究。 禁止的原因是害怕懂得了星象的人, 趁机破坏帝国的秩序, 或者是寻求这样做的机会。 此外, 利马窦还评价了中国古代的建筑。 他写道, 从房屋的风格何乃久性看, 中国建筑在各方面都远远逊于欧洲。 在他们着手建造时, 他们似乎是用一生一世的观念来衡量事物的, 是为自己盖房, 而不是为子孙后代。 而欧洲人则遵循他们的文明要求, 力求永世不朽。 中国人的这种性格, 使得他们不可能欣赏那些 表现在我们的公司建筑中的那种富丽堂皇, 甚至不相信我们告诉他们的有关情况。 我曾告诉他们, 我们有很多的建筑已经经受风雨达百年之久, 有的甚至达一两千年。 他们听了完全是一种茫然不解的表情。 当他们提出疑问时, 我告诉他们, 经久不坏的原因在于地基很深很坚固, 足以在这样久的时间里承受上层结构而不动摇。 他们听后更是惊奇的目瞪口呆。 然而, 这是不足为奇的, 因为他们自己从不挖掘地基, 而只是在一片不裂开的地面上放上一些大石头。 或者如果他们挖地基, 深度也不会超过一码或两码。 即使墙壁或楼台要造得很高, 结果是他们的房屋城堡甚至不能经受百年的风雨, 而不得不经常修缮。 他们的房屋大多是木结构, 或者如果是砖石建筑, 他们也由木柱支撑的房顶所遮盖。 后面这种建造方法的优点是墙壁可以随时翻修, 而房屋的其余部分保持原样不动, 因为房顶是用柱子支撑的, 而不是架在墙上。 在谈到中国的礼节问题时, 立马都写道, 中国人的礼仪那么多, 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 熟悉他们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 他们为什么不抛弃这种外在的表现。 在强调外在表现方面, 他们远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 谈起中国的法律, 立马都写道, 在中国, 没有像我们的十二童标法和凯撒法典那类 可以参考的古代法典。 凡是成功取得王位的, 不管他的家世如何, 都会按照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制定新的法律。 继位的人必须执行他作为王朝创始人所颁布的法律, 这些法律不得无故加以修改。 而且, 他们对海外的世界全无了解, 以至于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 在谈到中国的司法时, 立马斗写道, 从表面上看, 这个国家的刑法似乎并不算太严厉, 但被非法处死的人几乎和被合法处决的人数同样多。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 是由于这个国家有一项固定而古老的习惯, 即允许大臣不经过法律手续和审判, 就可以随意鞭打任何人, 结果常常可以把犯人打死。 立马斗也记载了当时中国社会一些非常严重的陋习和罪恶, 比如, 胡义和女币立马斗视之为变相奴隶制。 他写道, 有很多人无法过没有女人的生活, 就把自己卖给有钱的主人家, 以期在这家的女币找到一个妻子, 而这样一来就把他们的子女永世变成奴隶, 还有人则攒够了钱, 买了一个妻子, 等到孩子过多无法抚养时, 就以大约一头猪或一匹便宜的小驴价格把孩子卖作奴隶, 这一做法导致全国到处遍布奴隶, 这种奴隶不是战争中俘获或从国外带回来的, 而是就生在这个国家里, 甚至就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或乡村里, 同时又有很多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带出国外做奴隶的。 立马斗还提到了中国人, 溺斃女婴这一罪恶, 他写道, 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的罪恶, 是某些省份溺斃女婴的做法, 这样做的原因, 据说是他们的父母无力养活他们。 有时候这样做的人并不是赤贫, 他们是怕以后不能照料孩子, 而不得不把孩子卖给不认识且凶狠的奴隶主。 他们为这种害人的暴行, 披上了善良的外衣, 认为他们把孩子杀死, 是对孩子做了件好事。 根据他们的思想观念, 他们是避免子女和自己所出生的家庭一起受苦, 从而孩子可以重新出生到另一个生活较好的家庭中去。 因此, 这种屠杀无辜的事情不是私下偷偷干, 而是公开让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做的。 立马逗还提到了中国的太监现象, 他写道, 在北方各省还有一种常见的野蛮行径, 那就是阉割大批的男孩子, 这样他们就可以给皇上做奴仆, 要在皇宫里当差, 这一点是必须的。 几乎全国的行政事务都操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手中, 在皇宫里这类人的树木就达数万人之多, 他们的样子很瘦弱, 从未受过教育, 在终身的奴役中长大, 呆头呆脑, 根本没有能力理解一项重要的指示, 也没有办法执行。 立马逗还提到中国的自杀现象, 他写道, 另一种相当普遍的风俗, 比前书的那种更为野蛮, 就是因为无法糊口或者遭到灾祸, 而极度绝望或者更加愚蠢更加如切的, 只为了愤恨仇敌而自杀。 据说, 一年当中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自杀, 既有男人也有女人, 那做法经常是在公众聚会的场所, 或在仇家的门前上吊自杀。 跳河或服毒也是常用的方法, 他们往往为了很小的事而自杀。 如果父母控告某人逼扫他们的儿子, 官吏要严加判处, 这时被控的人别无他法摆脱困境, 常常只好自杀了事。 作为宗教人士, 立马斗当然相当重视中国的宗教习俗, 经过对如是道学说的具体考察, 立马斗得出的结论是, 三大教实际已荣为一套信条, 中国人认为他们可以而且应该全都相信。 当然,由于这样的观念, 他们就把自己和别人引入到 令人无所适从的错误境地。 竟相信谈论宗教问题方式越不同, 对公众就越有好处。 实际上, 他们最终所得到的东西, 与他们所预期的完全不同。 他们相信他们能同时遵奉所有三种教派, 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一种信仰, 因为他们并不安心遵循其中的任何一种。 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他们没有宗教信仰, 因此, 在假装相信宗教, 借以欺骗自己时, 他们就大多陷入了无神论。 立马斗还提到了中国猖獗的迷信现象, 他写道, 整个国家最普遍的一种迷信 莫过于认定某几天和某些事的关联, 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结果如何都取决于时间规定。 把一个家庭的安全、 荣誉、 甚至整个的生存, 都想象为一定取决于, 猪肉门要开在这一边, 或那一边, 与从左边, 还是右边流入院子, 或窗子设在这里或那里, 房顶要比另一个高, 等等细节。 有什么能比这些更加荒唐的呢? 大街上, 客店里以及所有其他公共场所, 都充斥着占星家、 底师、 算命先生。 或者也可以把他们归为一类, 即都是骗子。 他们的职业就是收取费用, 然后空口许愿说, 你以后会运气好。 他们有些是瞎子, 有些是社会底层的人, 有时还有一些行迹可疑的妇女, 而且, 他们为数众多, 以致可以说, 是构成了一种普遍的祸害。 事实上, 这个令人厌恶的阶层, 在各大城市, 甚至在宫廷里, 都是名副其实的祸害。 他们的生活手段就是这样, 其中有不少的人, 能维持一大家人阔绰的生活, 有时还能积累可观的财富。 人不分高低, 读过书的和文盲, 都在受害者之列, 甚至城内的高官显幻, 以及皇帝本人也不能例外。 全中国各地, 偶像的数目赫然之多, 简直无法置信。 但是可以十分肯定, 这个民族并没有多少人, 对偶像崇拜这种下作的, 可恶的虚构, 有什么信仰。 他们之所以表面上相信, 唯一根据便是他们认为, 外表上重奉, 偶像即使无异, 至少也不会有害。 立马斗还提到了 当时明朝大臣们的处境, 皇帝与臣民的关系, 以及当时明朝政治压抑的氛围。 他写道, 大臣们作为作福到这种地步, 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 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 唯恐受到诬告, 而被剥夺他所拥有的一切。 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 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是真理。 人们行事总是十分谨慎, 难得信任任何人。 出于同样的恐惧, 皇帝也没有公开露面的习惯。 即使在以前皇上要离开皇宫禁地之前, 不采取成百上千种防范措施, 他们就不敢外出。 在这种场合, 整个朝廷都处于戒备之下, 沿皇帝经过的道路以及与之相同的路上都密不住卫兵, 不仅人们看不见他, 而且人们也无从知道行列里很多轿子中他到底成的哪一点。 人们会以为他在敌国中旅行, 而不是在他自己的万众子民之中出巡。 在谈到明朝皇室的时候, 立马斗写道, 号称皇家血统的人都有公费供奉, 目前估计这类人约在六万以上, 而且由于他们还在不断增长, 所以不难想象他们构成多么大的公众负担。 由于他们不单一切公职和行政, 他们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阶层, 沉迷于义乐的生活而且蛮横。 皇帝防范这些亲戚就像对待丝绸一样, 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民和亲属的民族, 对于无论从四邻或国外来的外国人都心怀疑惧, 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谈到明朝军队的时候, 立马斗写道, 担任警卫的士兵总要受到别的哨兵的监视, 怕他们可能企图造反或者造成骚动。 由于同一原因, 指挥官从来不允许统帅大军, 整个军队置于哲学家们组成的参议院的管辖之下。 这个国家里, 大概没有别的阶层的人, 比士兵更堕落和更懒惰的了。 军队的每个人, 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 因为他们应招入伍, 并非出自爱国心, 也不是出自对皇上的忠诚。 更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生命荣誉的愿望, 而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 只有高级官员和军事长官, 才在军队范围内有一定的威权。 攻击军队的武器事实上是不能用的, 既不能对敌进攻, 甚至不能自卫。 除了真正打仗的时候, 他们平时都只携带假武器, 发给他们假武器是为了演习时, 不至于完全没有武器。 在军队里, 无论士官士兵, 也不论官阶和地位, 他们都会像小孩子一样, 受到大臣的鞭打, 这实在是荒唐可笑。 而且, 立马斗对于明朝的士兵, 也充满了负面评价。 他写道, 总之, 我觉得把中国人视为武士, 是世界上最难的事。 他们不比妇女更有勇气, 并且随时准备亲吻, 像他们张牙舞爪的人的脚。 中国的士兵, 不认为逃跑是耻辱,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耻辱。 如果他们吵架, 他们像女人一样, 相互辱骂, 互揪头发。 在这个国家里, 士兵是不光彩的等级, 士兵被鞭打和体罚后, 会像孩童一样哭着出来。 他们是低贱的, 无勇气的, 而且是武装极差的恶贯。 军人在他们当中, 被视为四个低贱等级之一。 差不多所有士兵都是罪犯, 他们被迫终生, 为皇帝服劳役。 他们只配跟盗贼打仗。 曾经两三艘日本船, 碰巧石堤海岸。 船员便深入内陆, 乃至于袭击大城, 劫掠并把一切东西付诸于刀鱼火。 没有人敢对抗他们。 有时也有匪徒在该国内地山头立债自首, 整个帝国的兵力都不足以把他们驱逐走。 另外, 达达人还经常蹂躏帝国的边境。 成千上万这样的士兵都毫不可怕。 在一个士兵地位如此卑贱, 可以用奴隶冲带的国家, 士兵又算得了什么? 菲律宾人和印第安人的勇气比他们强十倍。 中国的力量主要在于城镇数量的众多和人口的庞大, 而不在于百姓的勇气。 总而言之, 他们只是因为人口多才可怕。 而提到明军的装备, 立马斗的抨击更加严重。 他写道, 他们有些小铁枪, 但没有铜的。 他们的火药很差, 除了能发出声响外, 并不中用。 他们的火神枪, 低劣道, 弹丸不能打穿我们那里最普通的胸甲, 尤其是他们不知道怎样瞄准。 立马斗认为明朝士兵装备的火冲很烂, 根本不能打穿西班牙士兵的胸甲, 所以还不如烧火棍好用。 至于明军的冷兵器, 也同样不被立马斗看好。 他们的武器是竹毛, 有的有铁尖, 有的备火断影, 有的装备短重的弯刀, 而很少装备铁或锡的胸甲。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 是一定会有的如果您将关注这些预警, 那么多音乐观看好, 不如先画到我们的手把这个领域里面,